回來經濟午餐 有我韓文傑和郭詠琴 繼續和詩永青聊聊天 剛剛講到詩先生 年輕的時候 在深水埗 赤腳帶領弟弟去越野行山 有沒有人生體會 是那時建立的 我那時 其實 沒有什麼叫做 看不體會的 小時候 不懂得這麼想 有什麼條件 就玩什麼 我覺得玩的東西 比現在多很多 在過程中都學很多 譬如 我們 上山捉金絲貓 我小時候都玩過 那些昆蟲 金絲貓通常在 兩塊葉 你見它黏在一起 是 我們先整個 撕下來 拿著 放進袋裡 第一步 先去摘這些 兩塊黏在一起 絲結在一起 裡面會多數有金絲貓 那麽 那麽就 儲了一堆 坐下來 放進袋裡 那麽我們 要做那些 跟絲貓的籠 炮虎籠 就找那些 叫做海菠蘿 有刺的籠 破 開它 三折 就有個 那些叫炮虎籠 就是金絲貓的籠 因為他們地域性很強 你給了牠的籠 即是牠的家 賤有了 如果你放其他人進去 就會打死 金絲貓都是 用來鬥 好像鬥蟋叔 所以很喜歡走上山 就是捉金絲貓 跟小朋友一起鬥 然後鬥誰呢 就是鬥蟋叔 有些是長勝將軍 現在還有的 日本都有些昆蟲 不過是打遊戲機的 在遊戲機裏打 就是這些 就有些 就是自己的創意 有些 就是你 你譬如要研究哪些地方 會有金絲貓 還有去 譬如捉拖斗 我捉拖拖斗 都覺得很神奇的 就是對於生物世界有一個形式 原來 水裏面的拖斗 大廈大廈 會長的腳出來 那些腳 長了出來 又會脫了條尾 會變青蛙 是不是很神奇呢 就是好像魚 會變了一兩棲動物 另外 譬如我們小時候 也都知道 那些毛毛蟲會變蝴蝶 是 先生說做蝴蝶標本 我們不用去捉 我們在山那裡 那些樹裏面 捉條蟲 有些已經結了茄 就是窄一些茄回來 等它過一段 它就會變蝴蝶 所以很完美的 不會說捉蝴蝶 找個網子 一罵它 連個葉都弄了 師生 小時候都很俏皮 你對那個自然世界有認識 我經常聽我媽媽 經常跟我們講 他們那個年代 沒什麼機會讀書 好像剛才師生你說 入讀師校 都是有機會的 天盤學校都是師校 我們那些很逗黎的學校 整間學校只有生過課室 在住宅裏面的 其實這些經驗不錯的 上山經驗啟悟多些 還是在學校多些 在學校 學校就 其實最難忘就是 徒學 可能很多很多人 有沒有經歷過 我比較乖的 你比較乖的 我是學徒到 告訴媽媽 學校改了放學時間 不是那些 因為留班 不是 留堂 佛留堂 那留堂留得多 不如 告訴媽媽 原本 她三點半放學 我說改了四點半 那天留堂都沒有所謂 那或者不用留堂 我就吹玩 不是很喜歡讀書那種的 我喜歡讀書的 不過不喜歡考試 也不喜歡 不喜歡 一定讀先生 叫我讀那些書 對知識的好奇 我就 從小到大都很強烈的 那整個童年 其實都在深水埗住 長大 還有讀書 有沒有轉過去其他學校 我整天都轉口 因為整天都開槌 讀了 差不多三間小學 不知道三間還是四間 一間 兩間 三間 媽媽說 哥要做人版的 沒有壓力 四間小學 小學都讀四間 是啊 那圍繞在深水埗 初初就圍繞著深水埗附近 深水埗附近 那中學 我記得你也是讀名校的 都不是名校 好明 很多人知道的 叫做新化 小學就過去了 我第一間叫做啟明小學 我剛才說是國民黨的元老 即是他們撤退的時候 來到香港搞的 那一間就 日日之後 早就要唱國歌的 國民黨歌 三民主義 吳黨所宗 親國民黨的 接著就轉了有一間 那間 那次轉是 什麼原因我都忘記了 總之老爸覺得你在那裡讀得一般 轉到隔壁那間叫做新聞小學 又是讀得一般 我老爸就轉了我去香島中學 我現在看到下面的中學的小學部 那間就是左派的 就是共產黨的 所以國民黨讀過 共產黨讀過 那麼 小六就轉了去新法 因為那時候說 不如讀一間英文書院 英文重要 去了新法 中學 中學就都讀了兩間 三間 因為讀到中四 老師生好 認識很多朋友 認識很多同學 不同 我在新法讀得比較久 由小六讀到中四 但是我呢 不同的班都讀 新法是 ABCDE班很多 就是 西得很厲害的 上午班 ABCDEF G 大概 我記得很清楚 上課的老師說 我們分開ABCDEFG 我那時候是在C班 A班就精英些 B班都沒有了 你們都接近落底產 去到G班 即是G班 這樣說我們 其實師生你讀過左派學 國民黨學校 對 對你年輕時候 成長過程的思想 和你現在 譬如你從上無謂而恥 和你自己有自己一套的 管理理念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很深的 都會的 在讀國民黨學校 大概小學 一、二年級的時候 他都 有介紹一下 三民主義 那些的 到去鄉島 他就 當時就沒有說 他們是共產主義的 他是說愛國學校 都有機會接觸一些 左派的思想 我那個年代開始 當時就自己有看一些書 因為我住在爸爸做事那裡的宿舍 宿舍裡面 是有一些人 思想比較左傾的 那個年代還有些香港人 就是因為 因為外國 左傾 就回大陸服務 有一個人 回去的時候 就送了一些書給我 有些是故事書 來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你有沒有看過 另外 我又接觸到 有些理論的書 是介紹共產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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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由 哲學 經濟學 和社會 都開始有留意 那時候 五年班 六年班 一定會送稅 那時候 知休兒堂 有些書 都近得下 在哪裏找那些書 我剛才說 在宿舍有個 爸爸的同事 他就回大陸服務 啟蒙了你 給了一些書 所以是 六年班 就思考 社會應該是怎樣 世界會怎樣演變 同僚的小朋友 比較師生 其實都是 相對成熟些 我有自我探索 這個客觀世界的 興趣 興趣 所以就 沒有什麼人 特別引導的 都是自己 對事物有興趣 去看 到後期 搬了去 觀塘 應該小學 就搬了去觀塘 那 隔離附近 那裏已經是新區 有個圖書館 有時候去圖書館 看一下書 看一些雜誌 那時候已經有市政局圖書館 應該是 那時候已經是 六十年代 開始有這些 其實成童人士 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喜歡看書 閱讀 師生就 至少開始自動自覺 我就覺得 書有兩種 一種 一種是人寫的書 一種叫天書 天書 天書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客觀世界的自然 自然世界 或者社會 因為所有的知識 都是 人在自然界生活 在社會裡面生活 發掘出來 接觸這個客觀環境 而總結出來的 那 如果 你只是 書本的知識 是不夠的 書本的知識 我看成是叫 二手知識 就是人家 接觸社會 觀察世界 的體會 用他的筆寫出來 或者用他的言語 表達出來 那 這些是他的理解 為什麼不看原裝那個 自己去探究 原裝 神創造出來的世界 你自己去接觸 你自己 休息回來再跟師生講 這個 天書是怎樣參悟